性丹恋的人 也就是逃避新衣服的人 好像就会让你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不理你 他也不说我爱你 他也不跟你承诺 那为什么你会这么交流 把生活想成诗 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Ariel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一个网络上 很有名流传有点时间 有远的一个名词 叫做性丹恋 其实很多人对他的理解是 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一定是我们感受到对方 跟我们一样有喜欢的感情因素 所以我们可能想要确认关系的时候 对方本来是对你有好意 有好感的 甚至你们已经有暧昧了 可是确认关系的时候 他们反而就会离开 这时候会让人很错愕 会不理解说 性丹恋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他到底适不适合谈恋爱 其实他们是可以谈恋爱的 他们是可以进去到感情里面 那什么原因让他们卡住呢 其实有蛮多的啦 其实包含他们对 一些经验的一些受伤啊 自我认同的困惑啊 或者是其实觉得 拥有就是失去的开始啊 这种等等的 对他们来说 还没有办法准备好 再次踏入一段感情 好好的去爱 好好的去冒险 所以呢 我接下来就会跟大家分享 他到底怎么样形成的 甚至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去做避免跟去做改变 性丹恋这东西在心理学或学术上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说实在的 我刚刚前面讲那些状态 我们不会称它为性丹恋 原因是因为在学术上 或心理学的研究上 没有这个名词 其实我会用 衣服类型来解释这个现象 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好奇说 这样的现象 它到底是心理上的疾病 还是性倾向的问题 还是心理什么地方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常讲感情里面 我们会讨论衣服类型 衣服类型有三个嘛 安全型 焦虑型 逃避型 好那安全型我们今天不讨论 焦虑型是最常来整间求救说 他谈恋爱的人都不给他回应 他谈恋爱的人都一直在逃跑 甚至是谈恋爱的那个对象 都不告诉他他在想什么 他要一直拆 好累 焦虑型的 如果你刚刚听的你是这样的人 我们今天先不讨论 逃避型的人 他其实在 我刚刚描述那个状态中 他就是会一直躲 一直躲 一直躲 因为对于表达情感这件事情 是他很不喜欢的 所以他选择躲起来 好那这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好奇了 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呢 而且这些人其实在整间很常 就是被他另一半来的时候就说 我是不是跟渣男交往啊 还是那个人就是渣女啊 怎么可以这样 哦其实你先不要生气 你先跟我讲一下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其实我觉得啦 可能会归于几种类型啊 第一个可能就是他早期 有一些些在他原生家庭成长背景中 让他感觉到他的情感没有把他被照顾 也就是他不能信任别人 欸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不只是爸妈哦 只要你以前是你的重要 不要他人都叫做原生家庭 所以有可能是你的 爸爸妈妈啊 姑姑啊 阿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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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原生家庭里面的重要一环 那他们可能在你成长的时候 我们小朋友一定会有情绪嘛 没办法及时给你得到一些安慰 他会告诉你说 没关系没关系 我没在 没有给你这个 让你早期其实是在一个恐惧中长大 让你早期是在一个就是叫天天不应的状况上长大 这就会让你觉得 靠别人别人倒 靠姗姗也会倒啦 靠自己最好 所以让这样的类型的人其实在情感中会感觉到 我要靠自己 感情这种东西哦 太美轮美奂了 我不能信任太抽象了 我不能接受 所以他在感情中都会让他自己没有办法投入这段感情 那再来可能是什么原因 再来是他的早期经验 导致他曾经有一些不好的感情 还有感情嘛 比如说他以前常被劈腿啊 被欺骗啊 被诈骗啊 或者是被抛弃啊 这些早期的交往经验 也容易让一个人变成逃避型衣服类型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我以前这么投入 结果我都被伤害了 就印证我最前一辈讲的 有有 真的就是失去的开始 每一段感情其实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所以 我决定有一个 自我保护机制 我遇到有人跟很喜欢我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跑 我遇到有人就是 很想要表明 就是要我照顾他一辈子 或是要我给什么30年的承诺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甚至跟我讨论以后要生几个小孩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 不相信以前那些经验 因为人会从经验中学习嘛 他们就从这些经验中 不断的去觉得感情是不能信任的 好讲到这边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蛤 那如果是这样怎么办呢 一个就是 我常常说嘛 其实比较焦虑的人 比较常来整间 会去诉苦说他遇到这样的类型 他感觉到很困扰 那我觉得啊 当你想要解决另一半 这样的人的问题的时候 你得先回到自己身上 去反生性的想想看 为什么你要这么焦虑 你面对到一个 好像在网络上那个名词嘛 性单恋的人 也就是逃避新衣服的人 好像就会让你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不理你 他也不说我爱你 他也不跟你承诺 那为什么你会这么焦虑 就是你要核对的是 你遇到这样的人 你为什么变得焦虑 我觉得可以先问问自己 我会说焦虑型跟逃避型 常常一拍即合 原因是因为焦虑型 他会一直追 一直追 去make sure他今天爱的这个人 是愿意给他承诺的 可是你越追就越跑啊 这种概念就很像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今天跟狮子在一起 因为我们就是看到狮子 我们就一直跑 一直跑 然后狮子就一直追 可是今天如果狮子 他愿意停下来 然后画一条线跟你说 我不会再过去了 那你就不会再跑了嘛 所以我才说 你要想的是为什么 你要一直追着他 因为逃避型的人 就讲性单面的人 你越追他越跑 那你为什么要一直追着他 如果观众朋友 你在电视机前面 有看到就类似的状态 你可以先核对自己 再第二个 我觉得就可以寻求 我们讲讲 智商嘛 寻求智商去解决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原因 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是非常多复杂的原因造成 可能我刚讲的那两项 都是非常大范围的 你可以去找到一个原因 去处理到你现在 想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性单面的人他其实以前可能有逃避型衣服类型的状态 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去爱 你就是说他后续所经历这些 根本不是谈恋爱 不是 有舍就有得 为什么到后来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感投入 那这个当然不会只有你感情上影响 我觉得可能在你的专业领域上都会受限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 再来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你必须找回自己啊 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答案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一直失去这个东西 我觉得把自己的情感做切割这种人 其实我不会说他绝对的不好 但他相对的会得到什么样的弊端 他的弊端就是 你根本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啊 因为你不信任的所有人 都导致于你害怕受伤 最关键是因为你害怕受伤 那受伤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重点 而是我们受伤之后怎么爬起来 这才是重点 所以如果你一直用躲的方式 用逃的方式 用别人跟你告白你就想要跑掉 的这种方式 去因应你人生中所有的选择 其实会让你到后来午夜梦回的时候 我想你也会觉得很凄凉很孤单的 其实独处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坏事 但孤单让你感觉到很凄凉 这可能就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会说找回自己是重要的 因为找到当你自己愿意去接受说 我知道我会受伤 甚至我知道我是值得被爱的 所以当今天对方可能在抛弃我 也不一定是我不值得被爱 也许是他还没准备好 也许是其他问题 也许是不是很适合的对象 但他终究那个问题的答案 不是你自己不好 所以你被抛弃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本质上我觉得在逃避型衣服 我会送给大家最后一段就是 你不要觉得在情感上受伤 或是早期经验有一些些的 不好的经验 就让你觉得你是一个 不值得被爱的人 所以当你可能被别人告白的时候 你想要跑的时候 你可能扪心自问一个很深层的问题是 我真的有这么好吗 我真的适合他吗 其实你就是这么好 你就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 也许那些经验我们没办法控制 早期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化解 但是请不要跟动我们本身 每个人都是值得被爱的这件事 当你做好这个初衷的假设 我们往后受到一些辛苦的经验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力量在慢慢爬起来 这是一个女生 她把她的暧昧对象揪来一起 想要来做智商 就像我讲的寻求专业来找到她的问题 能不能出来哪里 可是她们已经暧昧两年 够久了吧 她就想说 奇怪她也不跟我确认关系 可是我们一直这样就是会关心彼此 然后我只要想要跟她确认关系 对方就开始已读不回 或者是开始说我很烦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我已经等她两年了 对啦其实这很常见 就如果你跟一个人暧昧到 我觉得已经大于到你觉得 不合理的范围 那种东西是感受性的啦 你可以自己核对看看说 其实我们大概人在一定跟一个人 有暧昧的因素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说 好像需要进到一个 比较稳定确认关系的阶段 但其实如果你发现 你现在就是跟你暧昧的对象 其实迟迟不想确认 而且你每当想确认的时候 她就开始消失 那其实你就可以去意识到 我前面讲的 在这样的议题上头 我们怎么去协助她 怎么去改善这个状态这样 这件事情可能 他们有一些重叠的部分 但我还是必须澄清一下 就是可能就是你看完这个议题 就说对嘛我就不是渣啊 就我是性丹链 诶等一下 就是这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啦 也有一些 就像我讲的 她可能被带上渣男渣女的 这个冠上这样的 我觉得标签 其实很有可能 你看完这支影片 你会觉得 哦原来我只是一直 因为害怕承诺 害怕关系 所以我迟迟不敢投入 诶那这样可能就比较符合 我前面讲的逃避新衣服 我性丹链这样的类型 但如果 你是觉得没有啊 就是我就是 我就是喜欢这样 诶那可能是我们以后要拍的 一个渣男的成因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可能是因为寻求自由啊 可能是因为什么 她喜欢新鲜感 其实很多渣男 你不要看到过得很爽 她其实心里面 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当然这东西 今天不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不赘述 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继续follow我们的影片 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东西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